糙米 白米一字排開 評審們拿起盤子洗洗端倪 不時還互相討論 為了推出參加十大經典毫米的代表 霧峰區農會舉辦稻米評鑑比賽 希望能夠提升整體競爭力 第二階段評選這一天 共有16組參賽者來一較高下 鄉鎮級的比賽裡面 一個重要是規格 還有一個儀器的檢測 還有就是品品 那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 這個糙米跟白米的這一個性狀 那最主要是要看糙米的這個 是不是清米力很低啊 成熟度好啊 飽滿度高啊 大概都要看這一些性狀 農會表示稻米評鑑比賽第一階段 進行田間審查 通過田間審查後 再交由評審針對糙米白米的外觀 和蛋白質等項目進行評分 而今年由於第一期收割期 剛好遇到封面報道 以至於在蛋白質方面 可能會有所差異 不過整體的水準仍是相當高 今年跟去年相較來比 今年的氣候其實是還是 像在成長過程中其實都沒有下雨 那其實沒有下雨也沒有下雨的問題 那它在發育過程中也很奇怪 突然間在運稅的時候又碰到冷風 那有部分剛好那時候 這個遇到那個運稅的成長期 其實還是有一些受到影響 那當然基本上 還是比去年的一期的時候 氣候好一點 比賽結果由陳瑞銘拿下冠軍 陳耀坤以及曾經坤兩人 分別獲得二三名 三個人也將代表霧峰 參與全國冥米產地冠軍賽的選拔 叫足全國冠軍 進一步打響霧峰鄉民的美名 解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今天就說出了